最美人间四月天 那些春光明媚 春色烂漫的地方 成为四月旅游无法拒绝的地方 乐乐为你整理了 中国适合四月份出游的八大景点 你可以去贵州碧节百里 杜鹃赏杜鹃花海 新疆伊犁杏花沟赏杏花 江苏杏花 千舵看油菜花海 四川金川市外梨园赏梨花 云南园阳哈尼梯田看灌水和赏云海 江苏沿城荷兰花海赏郁金香 陕西珠桓梨园赏梨花和牡丹花 湖北麻城龟丰山看杜鹃等 中国四月还有更多可供探访的美丽场所 如居庸关长城的雄伟壮丽 杭州西湖的悠然风光 乌蒙大草原的广袤天地 道成亚丁的神秘仙境 这些地方都承载了春天的故事 等待着您去发现和体验 别让春天的脚步从您身边悄悄溜走 赶紧规划一场春季出游吧 这些被春天文醒的美景 都在呼唤着您的到来 想了解更多精彩的旅行信息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跟随乐乐的步伐 让我们一同探寻四月里的人间天堂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每周都会更新哦 百里杜鹃 百里杜鹃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 是中国国家五维级旅游景区的瑰宝 坐落于贵州省的西北部 横跨碧结市大方线与前夕线界内 它是中国范围内最大的杜鹃花观赏区 以其广袤无际的自然杜鹃花海而得名 这里被誉为规模宏大的天然花园 因其广阔的原始杜鹃林 林带宽度达到1至3公里 延绵长度超过50公里 由此得名百里杜鹃 这个景区被赞誉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花园 享有地球彩带和世界花园的美誉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的总面 积约为125.8平方公里 区内主要有莆迪景区 金坡景区 野营区 游乐区 休闲疗养区 以及后备发展区等景点 莆迪景区尤其以杜鹃花品种繁多著称 拥有包括马鹰杜鹃、大白花杜鹃、水红杜鹃、鹿珠杜鹃 以及团花杜鹃等多达41种之多的杜鹃花 囊括了世界上5个亚蜀的杜鹃花品种 占据了贵州70多种杜鹃花品种的一半以上 花色绚丽多彩 每年3月底至4月末 是百里杜鹃最佳观赏花期 杜鹃花海竞相绽放 也是游客参观的最佳时期 而7月初至8月末 该风景名胜区 则成为理想的避暑圣地 伊犁杏花沟 伊犁杏花沟 伊犁杏花沟以其绝美的杏花 被誉为中国最美的杏花观赏地 每逢4月 这里不仅是追寻春天足迹的旅者天堂 也是享誉中国的赏花圣地 随着杏花盛开 伊犁更是精心举办了杏花旅游节 庆祝这一自然奇观 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 杏花沟拥有着广袤的野杏林 这里的野杏树历经千年岁月 遗留至今 共占地约三万亩 集中分布在温和的山腰之间 构成新疆最洁净 原始的杏树群落 每年4月初至5月 杏花沟变身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伊犁河谷化身成为一条 长达300多公里的杏花景观长廊 令人叹没观止 春天降临伊犁河谷草原 新草如荫 杏花如云 无数野杏树挂满花朵 将山坡点缀得如梦似幻 杏花盛装下的山腰 与草原上的绿波荡漾相交错 既展示了广袤无垠的壮丽景象 也散发着田径而优雅的独立之美 在这里 您仿若步入了一个桃花源般的仙境 感受自然的无限魅力和春天的奇迹 中国其他赏杏花的家地 还包括新疆托克逊的红河谷 和北金山岭长城边的杏花岭 以及陕西杏花村等 这些地方 同样有着各自独特的杏花美景 是春季赏花的好去处 不管选择哪一个地点 4月的这些花海 都将为您的春日旅行 增添难忘的色彩和回忆 新画千朵 新画千朵 千朵景区 隐匿在江苏省泰州市 新画石刚故乡东旺村的一片神奇土地 以其独特的舵田特色地貌 而著称于市 这里的千岛舵田地形独居一格 四面环水 成千上万的水田 大小不一 构成了一幅壮观的田园画卷 每到清明时分 这些被清澈水域所环绕的舵田上 便盛开着金黄色的油菜花 如波浪般金光闪闪 铺展开一片油菜花开金满地的壮阔景象 这样的美景 每年都吸引着数不胜数的游客 慕名而来 当人们漫步于绵延的千朵菜花间 被那阵阵醉人的菜花香气包围 心情便不自觉地得到了极大的舒畅 仿佛置身于一个美得无法形容的天地之间 千朵景区又被称作千岛菜花 这里的舵是李夏河地区特有的农业景观 距今已有750年的历史 史书记载 由于原本土地泥土稀少的缘故 新化的仙民们在湖泽沼泽地带 挖掘小河深沟的泥土 使其堆积成一方方酷似舵的形状 从而形成了适宜耕种的舵田 创造出今天享有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 新化舵田奇观 舵田由于地势高 排水良好 土壤肥沃 非常适合种植瓜果蔬菜 上世纪50年代 舵田有菜便有了中国挂帅的美誉 因其蔬菜种类齐全 产量颇丰 这里也被称作蔬菜之乡 舵田更是被誉为天然养疤 在千舵景区里 游客们将被其清澈如尽的水域 幽静秀丽的田舵所深深吸引 流连忘返 在这里 人们可以抛下世俗的烦恼 尽情地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中 享受与自然界亲密无间的和谐 体验天人合一的美妙境界 金川市外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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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有着阿坝州小江南至美誉的金川县 市外梨园景区 海拔2300米 享誉全球 是颇具规模的原生态雪梨种植基地 以其壮丽的自然景观 和淳朴的农耕文化 受到中国农业部的认可 荣获中国美丽田园的荣誉称号 更是享誉中国最佳赏梨花之地 每逢三月末至四月初 万亩的梨园 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百余公里长的大金川河谷两岸 梨花按照梯田状错落有致的排列 形成一派唯美壮阔的花海 梨花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与金色的麦田、幽幽的河流 古朴的民居、壮观的碉楼交相辉映 构成了如仙境般的世外桃源 梨花盛开的期间长达一个月之久 是大自然的一场盛大的庆典 在这绚丽的花期中 金川古树梨花节如期而至 使这世外梨园成为了高原上最难忘的风景线 游人在这里不仅能够观赏到规模宏大的梨花盛景 还能深切感受到那媲美雪海的万寝梨园 香雪海的移拟风情 金川世外梨园的景区辽阔 其中沙尔乡包括金江村、金平村、大平村、丹渣木村、山耿子村等地都被公认为赏梨花的绝佳地点 在这片一世独立的天然梨园之中 游客可沉醉在梨花绽放的无际美景中 感受合而为一的自然与和谐 原阳哈尼梯田 原阳哈尼梯田 原阳哈尼梯田被视为中国最优美的梯田之一 其美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岭雕刻 它坐落在辽阔森林间 云雾缭绕 宛若海洋波涛般翻滚 千百年来 哈尼族人仔细雕琢着这片大地 形成了占地一百万亩的梯田 随着云影的变化而时影时现 勾勒出一幅神奇壮丽的画卷 从每年的12月下旬延续到次年的4月 梯田被灌溉水均匀覆盖 反射出银波闪烁 光影变幻 这些梯田追随山脉的起伏 展示出丰富多彩的景致 特别是在虚日东升或夕阳西下的金色光芒照耀下 更显得分外耀眼和壮阔 这一时期同样是拍摄云海 日出和山寨的黄金时段 其美景无疑成为了中国最受摄影爱好者喜爱的地点之一 在原阳 老虎嘴景点是拍摄傍晚日落的极佳之所 在这里观赏日落 美不胜收 而多艺术景区则是赏西哈尼梯田 云海和日出的著名旅游圣地 其日出之美 堪称梦幻般的色彩 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摄影师慕名而来 除了原阳 中国拥有其他数不胜数的美丽梯田 如紫雀界梯田 龙脊梯田和家榜梯田等 它们各有特色 展示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 每一处都是探索中国乡野之美的理想之地 沁口景区 是哈尼族民俗文化的一个典型展现 精准捕捉到了哈尼梯田文化的核心精神 这里森林、村寨、梯田和河流浑然一体 共同构成了四度同构的特色 充分展现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村寨的上方是密集的森林 静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 为当地居民提供水源、建材和取暖所需的木材 这些森林之中还藏有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寨神林 是哈尼族人心中的圣地 森林下方是层层叠叠、颜绵不绝的梯田 它们不仅美轮美奂 而且是哈尼族人食粮的源泉 是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沁口的村寨以特色鲜明的蘑菇房为建筑标志 古朴而有趣的形状 使它们成为哈尼文化的一部分 整个沁口寨子被错落有致的梯田环绕 宛如镶嵌在田园山水之中的一颗瑰宝 村子里的溪水清澈见底 潺潺流淌在绿叶仙宗般的环境中 与森林、村寨和梯田相辅相成 共同描绘出一幅动人心魄的自然风光画卷 走进沁口 游客们可以更加直观地体会到 哈尼族世代相传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 感受这个山水相依、风光以拟 保留着淳朴习俗的村落带来的宁静与和谐 除了沁口景区外 元阳还有多个观赏梯田景区 如老虎嘴景区、霸达景区、多医术景区等 这些梯田更是哈尼民族文化的重要见证 1993年被法国媒体誉为 世界新发现的七大人文景观之一 也是电影导演杨拉玛为之倾倒 并选择在此拍摄影片 山岭的雕塑家的地方 这部影片向全世界展示了哈尼梯田的非凡魅力 元阳梯田以壮观的景色和难以置信的自然美 展示了哈尼族人民心情耕作与天地合一的神奇记忆 摄影师甚至游客常说 如果你对徒步旅行充满热情 却没有踏足元阳 那么是一种遗憾 若你对摄影满怀激情 却没有亲临元阳 那么即便是上帝也会为你感到惋惜 岩城荷兰花海 岩城荷兰花海 岩城的荷兰花海可谓是春日里一场视觉盛宴 正当玉金香盛开之际 这里呈现出一幅花的海洋 岩城荷兰花海内部种植的三百多个玉金香品种 大约三千万株花朵 确实堪称为中国玉金香第一花海 最佳的观赏时间集中在每年的三月底至四月期间 当春风徐来 玉金香伴着春暖花开 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 当三千多亩的玉金香 在三月下旬至五月初陆续绽放时 参观者将能目睹一场浩荡的花海奇观 不同的品种和色彩交织在一起 仿佛彩色的丝带在风中飘扬 五彩斑斓 美不胜收 而岩城荷兰花海之所以独具特色 不仅仅因为它的花卉种植 更在于它所营造的荷兰风情分为 蜿蜒的小道流水的河流 旋转的风车和木屋相互交错 构成了一个如湿如画的一国风情地带 除了岩城的荷兰花海 中国还有其他几处也非常适合赏玉金香 半汤玉金香高地 豪泽国际玉金香花海欢乐城 西九华山等地 这些地方同样有着品种繁多 色彩丰富的玉金香高地 是春季赏花的家地 春天是玉金香们展现它们优雅姿态的时候 也是我们亲近大自然 感受植物带来美好情感的好时节 走进岩城荷兰花海 就像是走入了荷兰的一个小镇 那里的花不仅仅是自然的馈赠 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见证 无论是摄影爱好者 自然爱好者 还是普通游客 都能在岩城荷兰花海 找到属于自己的春日记忆 花海四季 荷兰花海作为一处四季皆美的花卉观赏园区 随着季节的变迁 展示出不同的花卉特色 春天 当三千多亩土地上的玉金香绽放 游客将会目睹一场斑斓的色彩盛宴 品种繁多 颜色花形各异 这里的玉金香 都是精心挑选的佳品 不仅有常见的品种 如橙色国王 火焰鹦鹉 还有珍稀的 如冰淇淋玉金香等 其丰富的组合 给荷兰花海增添了不少荣誉 其中还包括 2018年被授予世界玉金香最佳景区的称号 进入夏季 花海的景色 变换为玫瑰与薰衣草的香氛 玫瑰花强 和绵延不绝的薰衣草花海 以及绣球花 蔷薇 紫薇等丰富多彩的花种 构成了一个缤纷夺目 生机盎然的夏日乐园 秋季到来 百合花的香味成为这里的主调 白种颜色 各种造型的百合 在花海中争齐斗艳 这个时候 你不难发现 许多新人选择在这里拍摄婚纱照 用花海 作为见证爱情美好时刻的背景 当冬天的寒冷降临 三色锦 金鱼草 龙翅海棠等植物 坚韧的开放 点缀着荷兰花海的冬日景致 走进花室 可以观赏到5000多种花卉的精彩展示 而且随着春节的临近 还会有寓意吉祥的年宵花布置 为冬日增添一分热闹与喜庆的气氛 不论春夏秋冬 荷兰花海都带给人们美丽的感受 和难忘的记忆 从玉金香的绚丽多彩 到薰衣草与玫瑰的浪漫气息 再到百合花的高贵雅致 以及冬季花卉的坚韧生命力 这里是花朵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缩影 是游客放松身心 享受自然之美的理想之地 朱环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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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 成为春季旅游的一大亮点 这个园区不仅仅是朱环的栖息之地 它还以万亩梨花吸引着远近游客 每到三月中旬至四月中旬 朱环林园就变成了一个白色的梦幻世界 成片的梨园绽放出纯洁的白花 仿佛是一片片飘落的雪 与新绿的梨叶相映成去 在这个洋溢着春意的季节里 除了梨花 山下的油菜花海也不甘示弱 金黄色的波浪与梨花的雪白交相辉映 将朱环林园打造成了一幅动人的春日画卷 另外 朱环林园与周边的扬州民居相结合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体验古朴乡村生活的机会 增添了浓厚的地方文化氛围 期间还会举办朱环林园梨花节活动 增加油客的互动体验 让人们不仅能够赏花 还能享受到丰富多彩的地方民俗文化 在梨花绚烂之际 园内的牡丹花也不容忽视 朱环林园的牡丹拥有九大色系 二百多个品种 三千多万株各色牡丹 极尽花枝国色之美 三月底至四月底是赏牡丹的最佳时期 花季长达一个月左右 无疑为梨花的白色世界增添了更为炫目的色彩 除了朱环林园 中国赏梨花的还有金川市外梨园 荡山梨树王和九尖棚等地 同样各具特色 吸引着无数摄影爱好者和旅游者前来探访 这些地方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赏花的好去处 而且让每个人都能在春天的怀抱中 感受自然之美 寻找心灵的宁静 朱环梨园及其他花海 都是春天不可或缺的自然诗篇 让人在花的海洋中感受生命的盎然与和谐 麻城龟峰山 麻城龟峰山 坐落于湖北省东部麻城市郊外的龟山镇 龟峰山峰景区距离市中心约25公里 这里因山形酷似一只仰天张嘴 欲吞吃太阳的巨龟而得名 是著名的大别山中的圣地 景区包括龟头、龟腰和龟尾在内的九座山峰 覆盖超过100公里的地域 最为壮观的龟峰 像是龟枝首炉 海拔高达1320米 其中突兀的龟峰独自一峰 耸立群山之中 高度垂直于300米 常年云雾缭绕 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 站在顶峰四顾眺望 犹如置身天宫 身心惧得以至高无上的宁静与喜敌 人间四月天麻城看杜鹃 是麻城旅游的一张亮丽名片 麻城拥有庞大且珍贵的古杜鹃资源 总面积超过100万亩 尤其是龟峰山区的杜鹃 更是以其连片面积10万多亩 生长周期超百万年 数龄200年以上的古树群 而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瑰宝 这片古杜鹃群落 不仅在面积上堪称世界之最 其保存之完好 也为上海吉尼斯大世界所认证 每年四月上旬至五月中旬 龟峰山的杜鹃花次第开放 为这片山区披上一层艳丽之一 花期的巅峰 即四月下旬至五月上旬 山巒之间如同被绚烂的红霞所覆盖 如火如荼的热烈景象 美得令人心醉 此时 来这里的游客 将有幸体验到一场视觉上的盛宴 感受大自然的奇妙与壮美 在这里 每一位游客都能在杜鹃花的怒放中 感受到春天的生机勃勃 和大自然的无限魅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一个视频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